Hello,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Gloria 真的真的好久不见了 上次给大家分享视频还是初春的时候 这一晃已经到了8月份 感谢现在还依然订阅我频道的小伙伴们 Gloria从现在开始会努力的多为大家带来更新和分享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Gloria是和这个叫做 哥利亚,哥艾利亚合作 为大家带来一期夏季穿搭分享 希望可以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美的夏天 第一套给大家试穿呢,就试穿这一套小湘风的白色套装 因为就像Gloria说的,最近刚化的新工作 有的时候会需要出席一些穿着比较正式的场合 它整体的版型设计就是显得非常的干练,非常的清爽 这个套装整体的做工非常的精致 精致到它每个扣子上面都有这种贝壳以及小钻的镶嵌 拿在手里是非常非常有垂感的 底下呢它是一个算是半裙裤吧 前面是裙子的设计,背面是裤子 它的腰部这里还稍微的做了一点松紧带的设计 看,这里其实嵌入了一点松紧带的材料 不会让他们同时穿着的时候 比如说一坐下一蹲下就会把肚子上的肉都挤出来 就是我感觉这件衣服是兼顾了美观时尚以及舒适度的所有的考量 这个就是这一个小小风的套装穿上的效果了 和我预期中的可谓是一模一样 而且我觉得这件衣服的版型设计的特别好 像它肩膀这里是有垫肩的,所以不会让你的肩显得很窄很塌 它的材质其实很像当场里会试到那种高档的女士西服的质感 但是又很轻薄很透气 下天窗也不会觉得热 因为它这个材质穿上去感觉丝丝滑滑冰凉凉的 感觉这套衣服不管是穿去上班出席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或者会议 哪怕也就是跟朋友去喝个下午茶 其实穿它都是适用的 是一套非常百搭的套装 那么下一件呢就给大家试穿那件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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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的 真丝的一个吊带裙 它跟普通的吊带裙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搭配了一个可以穿在身上的丝巾 格格尔尔的丝巾其实也有不少 但是每次我都在纠结 就是如果你把它记在脖子上面呢 其实会有的时候显得有些死板 如果我只是想比较随性 比较休闲风格的搭在肩上 又是分分钟就给你滑下去 这个私信的图案也很有意思 它像是一个世界地图的感觉 还有他们自己 格利亚1995年 画好神奇看这里写 07年去了阿姆斯特丹 05年去了Cumbridge 14年去了伦敦 这个期间的设计真的很有意义 这件吊带裙呢 单穿的话可能就会显得有一些些非常的性感 因为它是一个V字领 然后收腰贴身的设计 我觉得它应该穿上非常显身材的一套 那么我们现在就上身给大家试一下吧 这个就是这一套海军风格的 吊带裙上身的效果了 真的很好看 我觉得它家的衣服剪裁 以及设计的版型都特别好 因为我里面是正常穿的 这个衣服的剪裁也完全可以 遮住它该遮住的地方 这个披肩就算剪开成这样 它也不会掉 这个披肩还可以很好地 遮住我们的蝴蝶袖 就女生的一股拜拜袖的位置 好适合夏天出海或者去海边玩的时候穿呀 满满的海军风 下一套呢 咱们就来一个这个运动风的套装吧 我觉得它的设计非常的时尚 而且穿上去一定非常的舒适凉快 它上面是带有这些几何形状的条纹啊 圆圈的设计 就会把这件衣服的科技感和时尚感拉得很满 搭配着这样一个奶奶的颜色 我觉得会有一些反差以及冲撞的感觉 但这个就是这一套运动风的套装上身的效果了 我自己还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它看上去就非常的休闲 圈上也非常的舒适 还很凉快 因为它就是一种布的材质 觉得夏天会非常的透气 比如说出去跑跑步 做做运动 看这套就也就足够了 运动又时尚的这种系列 那么下一套呢 感觉比较女人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黑色的短袖上衣 搭配一个玫瑰花样式的白色的A字裙 上衣上面也是镶嵌了一朵玫瑰花 就是跟它裙子上的花朵是呼应住的 因为Golaria自己太喜欢这种大V领或者A字柳的上衣 所以呢我同时还入手了一件纯纯的E字柳的上衣 大家虽然可能现在看着它面有一点类似 但是我相信一会穿上去的感觉会不一样 这条裙子我也是一眼就看上 这种简单的黑白的搭配 加上这个玫瑰花的图案 就是很经典 很优雅 这个就是这一套非常温柔非常女人的套装 穿上的效果了 穿上它就显得这个人非常有知识有文化 然后非常有内涵有涵养 我很喜欢它这个有一点不规则的这样一个V领的设计 你其实可以把它穿成衣字尖 或者把它穿成这种大大的V领的鞋 边有一个玫瑰的镶嵌这样一个设计 不要看它很紧身 但是其实它是有弹性的 我感觉穿着这套衣服特别适合 书书馆去咖啡馆坐一下午 读读书喝了咖啡 享受一下咱们夏天惬意的下午时光 说不定还能穿上小帅哥来搭上 整体的气质非常的温吧 下一件呢我就再换一下这个上衣 换成这个我刚才说过的纯纯的这个一字尖 我感觉它穿上去应该会有一些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感觉 虽然都是搭配同一条裙子 这件上衣也是非常非常有弹性 我感觉平时搭配白色的西服裤 或者像这种裙子应该都很合适 下面我们就一起上身试一下吧 这个就是这个简形的一字尖上衣穿上的效果 是不是跟刚才感觉挺不一样的 比较OL风 因为这件上衣的设计不要简洁 不要干练 这件上衣很好的一点是 我觉得它还蛮藏重 这种平领的一字尖的 就完完全全把你的锁骨 跟你的肩颈线展露出来 会显得非常非常的有细致 下一件呢 我就给大家试穿 有一点公主风 又有一点重工的这件刺绣白色裙子 真的很重工 它其实有一点点镂空的感觉 它本身是一个直筒的设计 第一视觉效果不会显得非常的妩媚 但是加上那种有一点点透视 加上这些重工刺绣啊 这种缝纫的工艺的话 就会多出一些精致以及优雅的气质 哇塞 这条裙子是有点点手艺带的呀 穿上去好公主饭啊 有的人在拿在手上 还要显得bling bling的 而且它的版型很阔挺 就会把人衬得很精致 好适合穿去 比如说旁的生日party 小文外downtown的很多 非常精致的西餐或者法餐的餐厅 我觉得穿这条裙子去 都是很合适很漂亮的 最后一件要给大家试穿的单品呢 就是这个白色的小香风风格的坎肩 哥哥亚家的衣服都得拿进了坎 因为它的细节太好了 我里面是这种网纱 外面是这个花朵缝在上面的感觉 这感非常非常的好 这件衣服也是带电间的设计 所以又把你整个人衬得非常的挺拔 担心显蝴蝶绣的小伙伴们 都可以放心的助手 我就是紧紧单单的搭配了 一个阔水的喇叭裤 然后一个白色的高跟鞋 整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清爽 非常的干练 但是又显得你整个人的穿搭 是精心搭配过的 我觉得这件衣服真的是 上班通勤OL必备 好了 这个就是这期开箱 特利亚这个品牌女装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套穿搭呢 像老师的一样 观看我视频 关注我频道的小伙伴呢 都能得到属于你们的专属福利 在结账的时候输入这个折扣码 都会有兴喜折扣等给大家 好了 这就是这一期穿着服装 穿搭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比心